仅仅一根套狗干 就让眼前这条真导犬陷入了癫狂状 他完全不管这东西硬不用 反正送到嘴边咬就往外 而且是一边撕咬 一边用余光打量对面训犬师的反应 仿佛再说你有杆子又能拿我怎样 而江训犬师看到他挑衅的表情 立马让工作人员把隔离网拿来 然后直接推门走进隔间 将真导犬逼近了角落 虽然左右开弓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可狗狗挣扎的实在太凶 导致他连续几次都没套中锅子 最后还是一旁的男工作员上手帮忙 双人合力才将真导犬套住 不过也就在狗狗被套牢的瞬间 忽然风味一样的扭动起来 四条腿全攀在铁丝网上 差一点就把网给掀了 就在当天上午 节目组收到了一份极其特殊的申请 因为求助人是一家动物保护所 可他们保护的却是一条面临 安乐死审判的咬人恶犬 据负责人说 这条真导犬现在才十个月大 他的主人因为生病住院 把狗放在家里没有及时监管 导致他在二三年三月 袭击了附近一位八十岁奶奶 老人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肇事犬被送到了他们那进行关押 目前正在等待安乐死的判决结果 本来对于保护所来说 多一条狗只是多一张嘴的事 但包括负责人连通所有工作人员在内 都没想到这多出来的一张嘴 会把他们咬得遍体鳞伤 收容工作当天 大家特地带全了所有装备 准备将狗狗转移到航空箱里运回保护所 负责控制他的男工作人员不光戴了手套 甚至还隔了层棉被防止挨咬 可即便这样还是出了纰漏 针导犬在挣扎过程中一口叼住他的右手 绕着小臂扯了整整一圈 接下来一周内 这条狗袭击了所有靠近他的工作人员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小姐姐 在给他打扫隔间时被瞬间扑倒 叼着小腿拖进了角落 后来是同事听见他惨叫 跑过来强行掰开狗嘴才成功获救 两起事故后 这条真导犬容声保护所的头号威胁 每天从早到晚都拴着绳子 限制住他的活动范围 隔间外还贴了醒目的红色标语 除工作人员以外 任何人不得靠近 就连日常给他清理分辨 都得一次性出动四个人 首先有人从外面拉住牵引绳 将狗狗控制在墙边 再由力气最大的男性举着隔离网 进一步限制他的行动 最后是一个人用喷头冲水 另一个人负责打扫地面 这样精密地配合下 才能以最快速度安全完成任务 其实在兽容真导犬的这段时间里 保护所工作人员的心情非常矛盾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 他们都是因为喜欢动物 才会决定从事这份工作 而且设立保护所的意义 不光是给流浪动物 提供一个吃饱睡好的住处 还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接受教育 亲近人类的机会 这样才能极大增加被领养的概率 所以工作人员的日常职责里 除了喂食和清扫 也会不定期地带小狗到院子里玩耍 帮助他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 而这段时间内 大家同样尝试过 用爱感化这条真导犬 想把它带到室外散散心活动一下 说不准脾气就能有所改善 可惜从结果来看 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老媒的男工作员 甚至又被咬了一口 连续几次伤人事件后 保护所几乎没有人敢亲近这条狗吧 但问题是大家千房万房 也还是得每天喂饭打扫 做这些基础工作 不过跟照顾其他小狗相比 危险程度翻了十好几倍 最后也是实在没办法 只能跟保护所负责人反映了一下 全体人员共同给节目组写去申请 希望能得到一些相关建议跟解决方案 看完预录的采访视频 江迅犬师已经快把混乱 跟苦恼两个词写脸上了 他说狗狗现在才十个月大 就已经展现出了如此害人的攻击性 他简直都不敢想象 等真导犬成年之后 来至于长到三岁左右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他的体型会更加健爽 脑袋比现在大上一倍 想驯服这样一条狗 只会越来越困难 而且作为一名职业训犬师 他太了解被狗咬伤后那种疼痛了 即便他从业二十多年 已经不知道被咬过多少次 在受到伤害的瞬间 依旧会感觉到害怕 虽然不知道这条狗的命运到底如何 但他只要在保护所多待一天 工作人员就要多承受一天的风险 况且看他先前咬人的姿态 完全不是出于害怕或者防御 而是彻彻底底的换 这条真导犬就是在把咬人当成一种游戏 他就算冲着人咬尾巴也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在明目张胆地挑选攻击对象 仿佛在说今天杀掉谁比较好呢 如果细看两位工作人员的咬伤 会发现上面不光有前牙和全齿的印记 甚至连后牙都用上了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让猎物流血 而是想要置猎物于死地 要想改善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 但前提是狗得在保护所住一辈子 不能被领养出去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 这就好比一个久后驾驶过八次的人 他说自己下回一定不醉驾了 真的有人信吗 而且就算一直把狗关在保护所 工作人员也必须得抛弃那些同情心 本来是好意让他住在室内 现在却反过来被倒打一旁 那干脆就让他住外面好吧 无论日常排泄还是吃饭 都在室外进行 禁止一切过度接触和过度管理 因为比起照顾这样一条狗 人的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比起在这样一条狗身上花心思 应该让大家用更多时间 去救助那些有希望的小动物 不管工作人员对这条狗付出多少 他都不会领情 这种狗天性如此 不是光靠用心就能变好的 说完大致地解决思路 训犬师就起身去了保护所 在见到那条真导犬之前 他们途经了好几片区域 隔间里的小狗虽然在叫 但总体看来都很有善 其中甚至还有一只渡兵 和一只参与过斗狗的屠左犬 可这两个家伙 也安安静静地趴在窝里 完全没有流露出攻击意图 不过这种祥和的参观氛围 再来到真导犬笼子跟前 被打破了 他从看见人的那一刻起 就处于极度失控和兴奋状态 即便喉咙被牵引绳牢牢卡住 也拼了命地向前扑冲 身上的毛发因为无人护理 加上压力不大 一半处于严重打劫状态 另一半已经开始脱弱 最离谱的是狗狗叫了三四分钟后 居然因为过于激动牌变了 明明谁都没搭理他 谁也没靠近他 他光靠对于咬人这件事的想象 就能激动地排泄失误 看完这条狗的真实状态 训犬师比之前更沉默了 他一言不发回到车上 直接拿了根套狗杆回来 随后问工作人员 有没有成功把狗带出来过 训犬师告诉两位工作人员 在这条真导曲看 他对自己的每一次攻击 都抱有十足的信心 他就是很单纯的在想 我一定有能赢过你的力量 所以目前首要也是最重要的 是让他感受到力量上的差距 只有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才有可能屈服 所以等一下要做的 就是套住这条狗 强压着他在院子里散步 这次回到隔间跟前 训犬师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先观察了一会儿 真导犬的状态 发现对方没有冷静下来的去世后 直接把杆子伸了进去 而狗狗接下来的反应 直接给工作人员吓得打了个哆嗦 他那种歇斯底里的模样 看上去就像未经驯化的野狗 完全是嘴边有什么就咬什么 不过江训犬师也没着急 他在保证操肝不会脱手的前提下 完全放任了真导犬的动作 结果五分钟不到 他在举着肝子去套那条狗时 对方没张嘴撕咬 反倒避开了动作 接着突然把头扭向另外一边 直接退到了最里面的角落 看到这个情况 训犬师让工作人员把隔离网拿来 随后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一边阻挡 一边把狗挤进了墙角 无论对方废叫还是撕咬 都不做任何反应 随后在那位男工作员的帮助下 非常顺利地套住了绳索 不过也正是被套住的一瞬间 这条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 他在狭小的空间内来回运送 身上那些毛 一块接一块地往地上掉 有好几次都因为力道太大 差一点把铁丝网给顶开了 而这场围绕在两个男人 和一条狗之间的战斗 竟然足足持续了40分钟 好不容易40分钟过去 狗狗像脱利了一样倒在角落 舌头几乎全落在外面 似乎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而守在窗外的工作人员看到后 下意识想解开绳子 却立马被训犬师制止了 这样僵撤10分钟左右 训犬师要求对方抓紧绳子 然后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慢慢放松 给隔离网开一道小缝 没想真导犬突然爆起 张嘴就想咬人 好在江训犬师早有预料 在他的指示下 男工作员慢慢撤掉铁网 然后抓着牵引绳 换到了隔壁空间 这个过程中真导犬敢叫 训犬师就用力把它顶到墙上 而这种高强度的施压 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狗狗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唯独倔强的尾巴出卖了他的份 又是20分钟过去 当江训犬师扯着套杆往门口挪动时 狗狗终于不敢反抗了 可惜这回换他那边出了岔子 因为套杆上的不锈钢绳索被证断了 就连杆子本体都出现了弯曲 一边拿着坏掉的套狗杆 一边看着里面那条真导犬 江训犬师陷入了沉思状态 他考虑了足足三四分钟 突然让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再拿条普通的牵引绳过来 随后他从隔壁空间把绳子掉下去 给狗狗套了个双重保险 而这个过程中 真导犬的尾巴又有了变化 看上去比刚才更有气势了 开门的瞬间 狗狗再次试图抱起养人 可江训犬师和工作人员扯着绳子两头 通过相像的力 直接限制住了他的活动范围 随后他们就这样慢慢走 慢慢送 终于在收容一个月后 成功将这条真导犬带到了外面 虽然工作人员确实有按照训犬师的要求 努力拉紧绳子给这条狗施压 但先前被撕咬的经历让他太害怕了 真的是不敢再收短绳子 进入这条狗的攻击范围 结果他烧一些力 真导犬立刻开始挣扎 看着这条狗的模样 工作人员紧张得满头大汗 不过可能是江训犬师的冷静给了他鼓励 当对方又一次要求收紧时 工作人员用力一扯 两根牵引绳几乎崩成了一条直线 勒得这条狗跳起来撕咬绳子 结果不小心刮伤了舌头 地上除了他的口水 还稀稀拉拉地落了不少血滴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真导犬脱离后 又开始不受控制地排泄 而且分辨完全不成形 狗狗现在嘴角滴着血 毛掉了一大片 看起来惨得不得了 但江训犬师可没有功夫滥用同情 因为他要趁这个机会 给真导犬戴上嘴套 而且就在他拿着嘴套靠近时 这条狗的反应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演技派 出于安全考虑 训犬师也不敢贸然上手 他让工作人员取来一根细声 准备先把狗嘴套住再说 没想对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压制 依旧死性不改 降得要命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江训犬师也不客气了 他直接提着隔离网 用力压住真导犬的身体 只把脑袋单独留在外面 随后强行捆住狗嘴 戴好嘴套 接着在对方试图抱起挣脱的瞬间 先一步把狗提了起来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唯一值得庆幸的 是狗狗只把嘴套拽了下来 并没能挣脱里边的短绳 所以江训犬师又换了另外一种防脱嘴套 进行第二次尝试 而这回差点被咬了 只能又一次借助了隔离网的力量 顺利戴上嘴套后 在场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接下来他们再次更换场地 去到了保护所外面 训犬师问工作人员 附近有游泳池吗 因为不管多凶的狗 在脱离掌控 危及生命的环境下 都会变得相对老实 可惜附近比较偏僻 别说游泳池了 就连个水池都找不到 而江训犬师简单想想 退而求其次让工作人员拿了根水管 给真导犬交了个透心粮 等到他毛发上浸满了水 全部呼在身体上极其不舒服时 训犬师就拉着绳子开始移动 而这回狗狗再做出挣扎举动 都不用训犬师提醒 工作人员就可以非常冷静地加大力量 等到一行人离开保护所前院 走上门口的马路后 真导犬终于表现得像条正常狗了 他开始把关注重心转移到周边环境 慢慢享受起了散步的过程 就算江训犬师把绳子交给两位工作人员 他们也可以非常顺利地控制 狗狗也没有再做出异常行为 训犬师说之后两周内 必须坚持每天都给狗带一次嘴套 让他慢慢习惯这种被控制的生活 目前来看他并不讨厌散步 但无法保证不在散步过程中得意忘形 突然间发动攻击 所以后续带小狗出来 最好是两个人一起行动 避免发生意料外的状况 三个人就这样边走边聊 差不多溜达了三百来米 真导犬突然低头闻了闻味道 接着一头栽进草里 蹭了满脑袋泥土 看上去是彻底没劲了 而这次返程路上 男工作员甚至是独自把他牵回来的 狗狗一点没吵一点没闹 直到被重新关进隔间 绑好绳子 取掉嘴套 全程都没有反应 看着真导犬灰头土脸的模样 将训犬师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并不喜欢这种完全压迫式的教育 但如果一定要这条狗活下去 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活着 他绝对不可以被灵养 因为随时都有突变的可能 即便现在看起来对工作人员言听计从 可今晚睡上一觉恢复惊奇神了 明天说不准又是一条好汉 他身为训练师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对付这条狗的方法 演示给工作人员 让他们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而且今天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帮助 他一个人是绝对驯服不了这条狗的 课程结束前 江训犬师去见了保护所的负责人 说了一些很掏心窝子的话 他直接谈 其实自己今天来之前 和训练之后的想法完全没有变过 那就是绝对绝对不能把这条真导犬放出去 让他永远待在这个保护所里 被管制起来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是永远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这七保护所请江训犬师来 也询问了他关于安乐死方面的意见 甚至在节目录制期间 还采访了不少市民 关于要不要对这条狗进行安乐死的看法 但江训犬师作为公众人物 不太可能给出一个绝对肯定 或者否定的回答 只能是起到引起大众探讨和反思的作用 从我个人主观角度 结合这期的训练内容来看 我觉得安乐死对于这条狗来说 算是一种解脱 他才十个月大就已经这样了 如果长寿的话 至少要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生活十年 自己过得不舒坦 还是周围人心中的一根刺 不过每个人看法不同 最后江训犬师给出嘱托时的话 我也并非不能理解 毕竟是条生命 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口饭吃 有个地方做 吃喝不操心过个十几年也挺好 重点是不放人跟他接触 最大限度保证人的安全 这条科技毫无征兆地咬了妈妈一口 随后不等他起身迅速扭头又是一口 无论妈妈往回抽奶之手 余下反应慢的那只都会挨咬 等他好不容易摆脱狗嘴去到医院 消毒后伤口遍布整个手掌 连没注意到的左腿也被咬出两个蟹洞 而这种衔接性极强的攻击方式 足以说明科技是个惯犯 他完全不怕人 并且极其擅长咬人 实际上在预露事故发生之前 白志余节目组收到申请前 这条狗就已经闯下大祸 到家当天直接把男主人咬进医院 右手虎口处肌剑断裂 肉都从里面挤出来了 他住院三周进行了缝合手术 又休养了差不多一个月 立马给节目组写申请 而这一个月时间 科技就住在家里露台上 除掉爸爸妈妈谁都不敢靠近 关于狗的情况 说实话男主人也了解不多 这家伙本来是他跟前女友一起养的 大概共同照顾了不到一年 后面两人分手 前女友把狗要走了 接下来五年没有任何交流 直到差不多两个月前 对方突然给他打了通电话说 自己人在医院 被狗咬得非常严重不能养了 而男主人跟妻子商量过后 出于好心决定把狗接回来看看 没曾想刚见一面就步了后尘 起初狗狗的攻击性 让他感觉非常奇怪 好像全家只有自己被针对了一样 节目组上门录制当天 男主人和父母一起去了房顶 但科技对待二老的态度异常温和 就跟普通小狗一样闻味道撒娇 唯独他一靠近 狗会立马刺着牙疯狂咆哮 即便他举着围栏挡在身前 科技都没有害怕躲避 反倒跃跃欲试地想要加速钻空子 直冲着男主人双腿就去了 完全是拿他当仇人看待 不过要是换成爸爸控制围栏 那狗的挣扎幅度会明显变小 哪怕嘴上依旧在叫 最终却被老老实实限制在了航空箱前 为了方便工作人员布置监控 也是考虑到科技案底太多 爸爸接过防摇手套 准备把狗先抱回笼子 没想这家伙前一秒还和他轻轻热热 这会儿张了嘴就想咬上一口 安全起见 妈妈拿来一卷胶带 准备把围栏跟航空箱固定到一起 谁知才刚缠了半圈 科技直接从下方一拱 奔着男主人就咬 看见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僵住了 他们从天没亮就开始折腾 到现在太阳出来了 却什么都没布置成功 反而刺激的科技情绪越来越激动 后来还是爸爸提议 不然给狗拌根绳算了 起码限制住活动范围 把摄像头装上 说完他半蹲下去想抱小狗 哪只才刚伸手就被咬了 如果慢放一下咬人镜头 可以看到短短两秒内 科技发动了五次攻击 第一下咬手落空后 他迅速瞄准右腿 大腿一口小腿两口 并且在爸爸转身的同时给了左腿一口 事故发生得太突然 节目组赶紧安排急救帮忙处理伤口 只留下妈妈和狗单独待在房顶 奇怪的是科技一下子便安静了 拴绳过程中老老实实 拴好绳子就绕着妈妈打转 然后乖乖坐下养着脑袋看他 完全没有搭理安装监控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位男摄像上来 想要检查下妈妈的麦克风 他见狗拴着就有点放松警惕 结果被狠狠地咬了两口 进展没有多少 负伤人数却直线增加 节目组磕磕绊绊地布置了三个多小时 才终于装好围栏固定上机位 此时临近中午到饭点了 爸爸也已经处理好伤口回到家里 老两口再次来到房顶 准备给狗喂饭 经历过刚才那一遭 爸爸这会儿明显有点害怕 但科技的状态却非常稳定 看见人弯腰不叫 吃相也非常优雅 中途妈妈给他添了点水放在旁边 狗狗也完全没有护士倾向 填饱肚子又开始哼哼唧唧地撒娇 还把肚皮露出来任人抚摸 画面看上去非常和谐 但就是隐隐约约透露着一股不安 而这种不安在爸爸靠近的瞬间爆发了 短短几秒钟时间 两位老人全都被吓傻了 等爸爸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挡在老半身前 妈妈两只手已经没法看了 节目组也不得不暂停拍摄 第二次驱车来到医院 但这回咬伤相当严重 两个手掌连带着胳膊 甚至于大腿上都全是血动 算上玉露那天两起事故 所有接触过这条科技的人就都被咬了 但问题是全家谁也弄不明白 狗到底为什么咬人 如果他单纯记恨男主的抛弃 那至少不应该牵连到爸爸身上 如果他是针对性别只讨厌男人 又为什么会把前女友跟妈妈咬成这样 单看作案方法科技绝对是个惯犯 但从乖巧到狂暴的转变必然需要契机 他似乎遭受过创伤 但具体是什么 大概只有躺在病床上的前女友自己知道 迅犬是说科技这种狗 因为外表亲切乖巧 受到了很多人喜爱 但实际上身体小毛病不断 他们的腰部腿部包括脖子前方 很容易随着年龄跟体重变化 出现不同程度的关节炎或者痛症 而且科技钓毛非常厉害 必须得经常打理才行 基于上述种种 有些狗就学会了通过咬人威胁来避免被触碰 带着任务 嘉宾们来到求助人家里 在房顶见到了那只科技 但这家伙的反应跟大多数咬人恶犬完全不同 他一声都没有叫 就直勾勾地盯着几位陌生人看 外表非常纯良 可训犬师却说着意味着他很强悍 为了避免忘记关键问题 大家首先问了男主人 科技在一岁前那段时间 有没有攻击或者咬过人 没想对方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说一点问题没有 就是乖巧听话的正常小狗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没感觉前女友会被咬得多重 才会毫无防备地去接狗 不过关于过去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没仔细问也确实不太清楚 为了进一步找到问题所在 大家挪开挡板准备进去看看 而直到他们发出响动 科技才稍微挪了几下表现出些许在意 但依旧是没有废教 爸爸扔出零食也正常吃了 甚至连男嘉宾故意靠近弯腰吓唬他 小狗也只是抬了下头 却完全不在意 眼看普通手段没有效果 嘉宾让主人拿来手套跟铁网 准备上点强度试探一下 结果科技终于呲牙了 不过跟先前攻击男主人的样子相比 明显没有那么生气 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些陌生人 直到被手套拍了好几下脑袋 才张嘴开始反击 家宾们相当努力 可惜获得的线索不多 最终还得姜训犬师过来 亲眼看一看这条狗的问题 他进入到房顶时 科技正趴在航空箱里没有反应 只是默默地眨着眼睛看他 而训犬师简单想想 问了男主人几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已存在男主亲 ا commander前的ést 同奥似乎的老 Porter 我섯人犀了 训练再 grosse竞逐文后 投到不过 我也和我能记得还 被抵达雷 Monaten 那我五年弹他们的钱 但是被你带带大天 她放松和您的状态 到注文相途上 正经相移的 直接放 menos 光听男主人的形容可能并没有问题 但如果结合从预录到现在 这条科技的表现来看 训犬师只能用大胆这个词去形容 这就好像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 上面有个奇怪的痕迹 只出现一次可能是偶然 但连续出现一百次绝对是故意 他让爸爸伸手靠近自己 然后模拟了一下这条狗的攻击路数 对方能在短短几秒内 从右到左 从上到下 快速寻找到漏洞发起攻击 足以证明他在过去五年里 试验过无数次了 为了把狗狗从航空箱里叫出来 三个人轮番拍手喊他名字 奇怪的是科技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训犬师转身取出一根长绳 紧接着绕到箱子另外一侧 消失在了狗狗的视野当中 而他立马像察觉到威胁一样 抬起了头 训犬师没有直接靠近航空箱 而是轻轻晃动了一下 旁边狗窝的棚顶 结果科技立马察觉到不对跑了出来 随后他将狗窝和箱子都横在身前 当成护盾防止对面突然冲过来 再慢慢蹲下解开了拴住科技的绳子 因为先前主人用的一直是胸背 所以训犬师还得给他换上条项圈 神奇的是过程居然挺顺利 而且狗还是一声没叫 等两位主人又让出一部分距离 训犬师拉高绳子把狗带到了场地中央 而收紧脖子带来的不适感 促使着科技扭头挣扎 开始朝反方向暗暗用力 不过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训犬师竟然也改变策略 把牵引绳在杆子上绕了半圈 利用科技的较劲逼他绷直身体 紧接着拜托主人把嘴套拿来 两条牵引绳共同发力 就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让狗狗尽可能贴近杆子 顺带固定住脑袋的方向 而这样调整好站位 训犬师加大力道开始缠牵引绳 等科技一动不能动了之后 他伸手轻拍了小狗几下 接下来他把蓝色牵引绳交给爸爸拉紧 自己则捡起黑色牵引绳 在科技屁股上固定了几圈 然后拿起嘴套在小狗脸上蹭了蹭 没想对方扭头就是一口 安全起见训犬师向前一步 用腿夹住了科技的腰 不让他四处乱晃 在一边哼着个安抚小狗 一边成功给他戴上嘴套 最后一道保险 训犬师给科技用上了刺激链 随后剪掉绑在腿上的绳子 想带对方走几圈试试 不过这回他刚一动 狗狗就因为不是开始疯狂甩头 并且在训犬师连续拎了四五次绳子后 终于忍不住嚎出了声 露出本性的科技完全失控 即便被训犬师双腿夹住都不肯服输 只要逮着机会就用爪子去扒拉嘴套 甚至因为反抗过于激动还尿了出来 直到被掐着脖子按在地上 才稍微冷静下来那么一点 等到科技停止挣扎 训犬师就扯着牵引绳 把他拽下房顶 准备先通过散步训练 帮助狗狗舒缓情绪 可是从肢体语言上看 对方相当不情愿 除掉上下楼梯那几步没有办法 但凡四脚着地就没有配合的时候 训犬师向父子俩坦言 这条科技的情况其实非常难搞 单纯看攻击性的话 他绝对属于那种咬过一次人 百分之百会被要求安乐死的狗 但问题的矛盾点在于 科技肯定是因为什么才变成这样 可原主人又不在场 也没提供任何信息 所以他真的很苦恼 到底该怎么训练才好 综合这只科技的表现来看 训犬师建议主人接下来一段时间 首先以帮他降低压力为目标 但最好是保持距离别摸他 可以把院子收拾出来一小块 四周封上篱笆限制住范围 每天把狗带下来玩一回 让他跑跑吐蕃动动 一年左右攻击性肯定能缓解 除此之外就是坚持每日散步 拴绳根带嘴套的方法 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千万别掉以轻心也不能偷懒 务必做好防护措施才能出门 训犬师一边说 一边领着科技往门口走 没想马上都要出去了 狗却突然开始闹脾气 又一次试图摘掉嘴套 哪怕是为了以后考虑 训犬师现在也绝对不能心软 他再一次把科技压到了膝盖底下 左手揪住肋骨 右手用力拉扯牵引绳 本以为狗狗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主动服软 没想十几秒后 训犬师突然起身 开始给他截嘴套 虽然训练是第一目的 但前提必须得保证人和狗的安全 所以他衡量再三 准备先不带嘴套出门看看 这时就特别庆幸爸爸妈妈住在乡下 附近都是独动人烟稀少 而科技摘掉嘴套后精神面貌也好了不少 全程就跟着他的步伐慢慢前进 不乱叫也不拉着绳子 差不多走出去二百来米 训犬师见他没什么意读 就把绳子中断交到了爸爸手里 自己扯着末尾确保安全 等到走出去五百多米 爸爸就已经能独自控制牵引绳了 很快三人走到附近一片荒地 科技踩到草上的那一刻 立马贡献了两炮石 释放一下压力 拉完之后还要用四条短腿踢上几下 看起来又搞笑又可爱 但训犬师看到却解释说 这种行为代表着 他是一条性格非常强势的狗 不过强势归强势 安静的时候 他的确非常听话 在出门散步的这二十多分钟里 他有无数次咬人偷袭的机会 却选择了老老实实跟着人走 所以只要坚持训练 情况是一定会变好的 而课程结束前 训犬师给住院的妈妈打了通电话 既是给他看了训练成果 也是祝福他早日康复 顺带额外叮嘱他 这次回家后 不能再和小狗靠得那么近了 最好完全不插手 交给爸爸来解决 一定一定要把自身安全放在手位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录制隔天男主人就传来视频 记录了爸爸模仿江训犬师 给科技解开绳子 带出门溜彎的全过程 中途还下达了几次指令 小狗也都有乖乖照做 我感觉这期最难的地方 就在于完全没有原主人参与 男主一家被迫接手了个烂摊子 估计后续撕下脸 江训应该会给一家人更多建议 也有可能关于前主人的事 不方便拿到节目里说 而且这只科技也真的是非常奇怪 因为无论生活中还是以往节目里 我见过的科技全部都是大喇叭 看见人要叫 人走了还追着叫的那种 所以这家伙就显得格外特别 而且还印证了那句老话 咬人的狗不叫 直接上嘴就咬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次把之前做过的保护所 真导犬和弃养科技 两期被黄标限制的内容 整理成了合集 跟以往大部分训人主题不同 这两条狗是真的超胸 另外做这期合集的时候 还找到了节目组最近的回访视频 是嘉宾去拜访了以前的求助人 全部都是老朋友 本来想加在最后 谁知道文案写了5000多字 所以大概明后天会单独放出来 有最新一期被迫健身的女主人 也有之前同样被大狗拖拽 力量不足的DJ姐姐 还有讨厌中年大叔 多次打断男嘉宾说话的陨石编幕 再往前继续推移 嘉宾们还回访了那只 偷偷暗算训犬式的可爱博美 以及一生只忠于一个主人的浪漫 阿拉斯加 而最后登场的重量级选手 是在家养了七条狗 直接把蓝色沙发 变成厕所的离谱情侣 节目组还请了倒霉的宝洁小哥 二次上门进行污染测试 结果到底怎么样 嘉宾会不会出了门依旧头疼 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